2.23超級籃球聯賽在18號舉行新任選秀會 來自各界的籃球好手起居一堂 值得關注的是 在今年全員運男子組籃球賽冠軍戰中 拿下全場最高分的徐世宏 揮別前年在Plus League以及T1職業籃球聯盟 沒有選上的陰霾 出現SBL新任選秀會 再次挑戰自己夢想的舞台 但選秀到了第五輪結束 四個球隊有三個已經放棄指名 依然沒有聽到徐世宏的名字 吳俊雄總教練 請來上台上 奇蹟般的徐世宏在最後一輪的 最後一個指名被彰化伯利利選上 不只成為今年SBL的壓軸 也是今年各界籃球聯盟 最後一個被指名的選手 其實我們已經在手機裡面 視訊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就去吃飯了 沒有關係 我們盡力了 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了 結果最後一個的時候就很興奮 我已經哭了 就是很棒 就很感謝主 真的 我當下本來講說已經沒有機會了 結果當下想說就嚇一跳 心情有點複雜 本來沒有要參加這個選秀 但是因為各方面的教練 家裡人還是叫我來追最後一次這個夢 感謝他們這樣支持我 到我今年來到這邊選上了 出身屏東三地門鄉的徐世宏 因家境關係高中之後便投入軍職 時隔多年終於如願以償 也期許發揮三後衛的優勢 為球團爭取夾擊 而今年各職業籃球聯盟的選秀會上野 有不少圓民選手深獲球團喜愛 包含加入PLUS LEAGUE高雄鋼鐵人的劉承燕 以及加入T1台皮雲豹的高警委 台北台新隊的簡賀宇 另外出身正大雄鷹的阿美族人林彥廷 更以探花之姿 成為今年入選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的台灣選手 雖然出身不同的背景 已進入到了職業的舞台 是多數球員的目標 也期許能不斷增進自己的實力 進一步為球隊奪下最佳成績 原新聞總部大師給阿瓦特北施採訪報導